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节目 今天呢我们继续 跟大家 讨论讨论周易里面的一卦 叫火峰顶卦 看起来很有趣的这个字 顶 这一卦呢 在周易的六十四卦里面 是比较有特色的一卦 比方说 周易的很多卦名里面呢 动词形容词 偏多 或是偶尔出现了一个 名词 但是这个名词呢 也可以 做形容词之用 做动词之用 像这种很纯正的名词 像顶这样讲一个物件 是非常 罕见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 他 弄挂名的时候 他 他有一种逻辑思维在里面 就是比方说 某个东西跟某个东西 关系 比方我们前面讲的 水天儒卦 天水送卦 他有一种 逻辑关系在里面 他给出来这个卦名 水火 寄寄 天地匹 地天态 风地观 风山剑 等等 他有一种 逻辑在里面 但这一卦呢 他没有逻辑 他完全是 通过 这个一种 异象 什么异象呢 就是通过这种 图画式的 思维 给出了这个卦名 火峰顶 然后呢下面看 这是顶身 下面是两个顶的顶足 这两个呢 是顶耳 这个呢上面的是顶弦 这个顶足顶耳顶弦呢 这个是顶卦 最重要的三个 核心东西 我们一看庞大的一个顶 哎你认为那个顶身子 就是那个顶肚子 是他最重要的 对不起 顶卦里面 没有提到顶肚子 整个顶卦里面 都在讨论三样东西 一个是顶足 就是顶的那个下面那个 支撑的 三个脚 或者是四个脚 好 还有一个呢就是顶耳 就是顶上面的耳可以好方便搬运的 还有一个呢叫顶弦 就是穿过这个顶耳 可以把顶提起来 或者是可以 抬起来的 这三个东西 这三个东西是顶最重要的 东西 顶身子那个大肚子呢 基本没有提到 这个我们后面再慢慢再讲 那么这个顶呢 所以呢 他就是通过这种图画的思维 给出了这么一挂 挂名 所以呢 这个顶呢 就是在周易当中的这个 地位呀 就是 不一般 并且呢 各种版本的 周易 挂名呢 都会有所 差别 但唯独这个顶挂 出奇的一致 可能顶的写法略有不同 但都是 讲顶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呢 这就是顶挂的特殊之处 那么 顶挂 我今天就提出几个问题 先作为第一期 就是顶挂 我们一般说叫格雇而顶心 格雇 顶心 难道 整个顶挂的意思 就是顶心的意思吗 我们看看 他的这个挂 关于顶心 只有一个地方 提出了 叫说 他的这个 把 顶呢 给 搬起来 把里面的东西给倒出来 清洁一下 给里面装新的东西 就可以做新的食物 这只是其中的一摇 说明了这个问题呀 说顶心 顶着 就是顶心也 这说的有点 是不是过于 片面了 顶挂还有其他哪些 丰富的意味 我们 以后会讲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叫 顶 顶为什么 我们这就是顶挂的这个叫 阴形意 顶为什么叫顶 顶为什么这样写 顶 这个字阴字形里面 我们能分析出 这个 从阴形意上 看出这个顶 我们结合 顶挂的谣词 我们能 读出 解析出来一些什么东西 这个呢 我们再做一讲 第三个 就是 顶挂 为什么 他整个顶挂里面 讲了三样东西 叫 足 尔 弦 他通篇呢 遥词呢 就在讲这三样东西 为什么 顶挂里面 这三样东西是最重要的 并且他的最后两个 最上面两极的一个谣 谣词呢 就说一个是叫 黄耳金弦 是很极的 最上面一个叫 玉玄 大极 吾不利 为什么这个 弦上呢 相遇了以后 大极 吾不利 他说明了一个什么道理 我们后面都会解释 第四个呢 我想说一下 整个挂里面 凶的 只有一挂 只有一摇 就是第四摇 第四摇 可以说我总结叫第四摇的故事吧 就整个第四摇是唯一凶的 一挂 他就是把这个顶啊 顶呢 那个 脚断了 然后里面的食物倒出来了 然后场面非常狼藉 然后呢 凶 明确的说到了凶 为什么 就 唯独第四摇 是偏凶的 并且 我们结合第一摇 他同样也是把顶里面的东西倒出来了 为什么第一摇 就是急 第二摇 就是 第四摇呢 就是凶呢 同样是倒出来 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呢 这个呢 这个 第四摇能告诉我们 哪些 哲理呢 这是 我打算分为这几期 分别的讲述这些问题 好 今天的 顶挂 我先开个头 请 大家继续 收听 后来的节目 谢谢大家收看